人的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 然后可以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永春也是没有固定 你有什么动作可以加进去的 他觉得是实用的 他就可以加进去 我们就看一下第五端 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不是感觉到很兴奋 一集里面我们就学了两个套路 师傅解释一下 在第五段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杀紧手 跟两边的杀紧手 接下来就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直接是 这个是踢身体了 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套路 就是说其实也是为了破坏对方的重心 大家如果一直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在前面的套路示范当中 都是用这只脚踢的 跑到这边用这只脚来踢 跑到那边的时候 用这只脚来踢 都是外面这只脚 但是这次就是用在于里面的这只脚 这只脚是干什么呢 它其实不是踢 是一个踩踏 它为什么是踩踏呢 就是比如说好像对方进攻我的时候 上前一步进攻我的时候呢 我这只脚呢其实是在踩它的 它的跨的这一块 就是说让它的重心往下一沉的话 它整个重心就失去了 所以它这一边的压力呢 会觉得非常之大 所以我在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有优势就是把它整个重心 就是往下来压 来让它摔倒 每一个招式真的是意义深含 它里面的潜伏作的危机其实都很大 对所以在过程当中大家看住 这个其实这个是脚步的控制是最难控制的 因为你到另外一边 你还是要用这只脚来踢 用里面的最靠近木人庄的这只脚来踢 所以呢在练习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脚步的变化 移上然后退 跨大步到另外一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脚步的灵活 木人庄因为它不会动 你必须移动啊对不对 它不会你下来的时候 木人庄移到这里来 然后你再这样上去 不可能嘛对不对 那你就要移动自己的步子 移动自己的步子就是 这样下来大步上 脚交叉过来 我整个人就移到这边来了 然后下来的时候呢 你还要移到中间来 所以 交叉不回来 诶 我这样一回来又到中间来了 可能 过后 会有人发明一个会 动的木人庄 从你这边跑来这边 你跑来这边 说不定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已经改良过的木人庄 像以前老师傅用的那些木人庄 其实最好最好的木人庄是挂壁式的 它在这里和这里下面 分别是有两个洞 有两根长的那个木条 穿住的 然后钉在墙上的 无 对 电影上下没看过 电影上面也是没有 电影上面因为它是 只要是 那个木人庄 当然叶温当年用的那个木人庄 也 也不是那个会移动的 也是这样所谓 站在地上的 这个呢是我们改良过 因为现在家居的方便嘛 但是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 然后沿泳村就是我们施主啊 沿泳村 我每次在教他的时候 他木人庄也是站在地上的 他是在地上挖一个坑 然后把那个木放进去 那后来老师傅他们改良之后 他觉得木人庄 作为人马 活人马 他一定会左右移动 而他们用他们智慧就是 这边打两个洞 然后两根木条穿过去 所以这个木人庄会 这样移过来 然后再移到另外一边去 可是需要的空间就会很大 需要的空间就会很大 所以现代社会里面 这种还是比较实际 你要小小一个空间就可以用 对 也不需要那个木来穿啊 对 那个应该是 应该是很有兴趣啊 住在很大的地方就可以用 当然啦真正的就是说 你想要就是说 尝试那种木人庄 当然那种是最传统最好的 很多老师傅都建议LNU 或者它有一个价值 但是现在好多木人庄的价值啊 不知道它稳不稳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种还是最安全最有效的 下面有戏盘 我们还是用这个 对 我们重新介绍一下 这是来自哪里的 这是来自于 Lion Singh Sport的母人庄 可以到这个地址购买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要跟胡师傅学泳春 要去哪里找呢 大家如果想跟我学泳春的话 可以到功夫者的训练馆 大家看一下以下地址 方便也可以打个电话哦 在这个节目尾声之前 其实我做一些小功课 我发现到 外面的永轩教学教材方面 只有一百十六四 可是胡师傅一开始就叫我们的 一百十八四 为什么 多两招是我发明的吧 不是啦 这个就是 原本叶问宗师的 他的母人庄法呢 就是一百十八四的 为什么后面人会觉得是一百十六四呢 这是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的时候啊 它是流传下来的 都是永春莫人庄的每一个动作的照片 因为当夜魂宗师的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动作 有这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但是 这在照片当中表现不出来 他那时候 这个其实是秘密哦 很多人不知道咯 算了 告诉你们知道 哇 因为真正的动作是 一二三 第三下你要踩住脚的 因为 它是攻击 肚子 膝盖 和最后踩他的脚 踩脚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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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对 女人嘛 有的时候在后面 蹬着踩一下 我们在很多戏里面 都看到过 这个永春莫本来就是 女性所发明的拳 反过来是一样 一二三 他有踩 踩那个地 但是在照片当中 踩地的那一下 是根本是表现不出来的 如果不是video 他只是一张照片 跟他这样赞助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他只是一二两下 没有了 所以他第三下都不知道 这个当然了 我的师傅一代一代传下来 我知道 其实永春全球 一二 这个是第三下 所以多两脚就多两招 然后变成一百十八十 哇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真的是有福气啊 我怎么看怎么研究 我就想 怎么只有十六四 一百十六四 一百十六四 两四从哪里来 胡师傅一解释 我就明白了 原来就是那个 踏脚的那一四 踏脚的那一四 左踏脚一三 一踏脚就是少了两四 原来就是 一百十八四 原来就是 原来就是 一百十八四 对 学回来学来 又多了一个秘密 还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们 郑重的警告或者是 郑重的去提醒他们 嗯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学习永春全 我们就是 强身健体 然后 千万不要 好勇斗痕 有天收的我跟你讲 这种 叶问中是看着你哦 学永春好勇斗痕 一定会没有好报的 永春传政中 华夏镇雄峰 勇者无拘 等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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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